請議政署來一下,好不好 我不曉得部長你有沒有想過 今年替代疫 有沒有可能配合我們現在國家面臨的問題 做一個什麼樣的訓練 然後參與食品衛生集合的工作 有沒有討論過 還沒討論過,不過這是一個很好的建議 因為我們替代疫裡面有很多相關科系的這些學生 我們會針對今年的案例 我們會來做一個調整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建議 我們會來調整 來調整 是 你知道你的替代疫 現在有多少投入半導體光電通訊資訊電子機械 這些所謂的高科技產業 研發替代疫 研發替代疫 有多少 今年大概五千人 明年要五千人 今年五千 明年也是大概五六千人 你一百零二年的時候到八千多人 那是核定,但是實際沒核 實際兩者沒核,學生申請之後 你有沒有討論過有多少是醫學、藥學、生技、相關科系的 有沒有討論過 有 我們每個行 有多少 總共二十二例裡面有生科的、有食品的 但是看他的營運計畫、他的祈求人數 我們會做實際的審查做每核 大概有三四百位來今年 這個部長啊 部長 你剛剛說不錯嘛 對不對 對 我們會 我們會來檢查 坦白說 對 坦白說 這個 這個行政院為什麼大家覺得說 大家都沒辦法信賴 你這個團隊為什麼大家覺得說沒有能力解決問題 你空著 空著這些研發替代有五千個 然後每年光是投入去幫忙這些 坦白說都是 都是財團 都是國家這個 這個租稅獎勵 不斷的去投入 國家碰到問題的時候這些人丟在那裡 你有參加那個食品安全的這個會議嗎 說毛澤國舉行的 沒有 是我們次長參加 內政部有代表吧 有 應該提出這樣的做法嘛 衛生警察不行 現在 現在這個替代役的替代役的人力 替代役的人力 因為國防部募兵做得不好 剛好是一個 剛好是一個機會啊 調集相關科系畢業的這個做加以訓練 謝謝 在國家碰到你剛剛說這是國安問題的時候 然後 然後這個訓練一批人馬 作為這個整個食品衛生檢查的生力軍 這不是你馬上可以做到嗎 馬上可以做到 其實我在院裡面還有做一個建議 就是 因為整個食安有從上游 有到中游 有到這個通路 其實我建議說 我們內政部可以協助的是 把整個的這個來源 資訊系統 把它給建立起來 找到幾個checkpoint 因為不然你這樣查 這個鋪天蓋地的查 那人力消耗太大了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協助的是 因為這裡面有跨了好幾個部會 我們可以協助的是把這系統建立起來 然後查幾個點 然後就可以做到最有效的運用 這其實是我在院裡面的建議了 但是委員今天的建議 我們回去會請議政署 把這些人員都整理出來 我們會在院裡面的這個會議 我們主動提出來 我們的這個人力的協助 好 所以未來的替代液 會有這個衛生基查的替代液 是不是這樣 放在研發部分 就在這部幫忙食品業把關 回去再仔細研究 我們會來慎重的 覺得要解決問題 行政院的資源很多 坦白說也不是這樣 你要成立內政部以外 成立一個飲食部也可以 現在這個問題已經大到 可以這樣做了 更有彈性更有效率